据美国拳击媒体披露 前世界重量级三贯网美国张军龙安迪·鲁伊兹在接受采访时表示 他在2023年不准备比赛了 但2024年他有宏伟的计划 付出战首选就是WBO重量级过渡世界拳王大爆炸张志磊 而这一消息的证实 对于张志磊来说无疑是一大利好 这对于一心想冲垮傅里的他而言 笃定是一场很好的镀金之战 鲁伊兹上一场比赛还要追溯到去年9月 当时他以12回合点数战胜了古巴老将奥提兹 那场比赛后鲁伊兹一直在和几大巨头谈判 包括维尔德、泰森、傅里等人都与之有过接触 但由于鲁伊兹要价过高导致谈判破裂 而鲁伊兹在过去一年里也就没有比赛可打 有点眼高手低的意味 考虑到2023年已接近尾声 鲁伊兹干脆今年就不准备比赛了 但他要在2024年大干一场 鲁伊兹表示 张志磊是一位非常优秀的拳手 他与乔伊斯的比赛打得相当棒 而乔伊斯就像一个机器人 只会出拳 却没有晃动 张志磊无疑是我想打的对手 我和张志磊在北京奥运会有过交手 当时我以点数告负 鲁伊兹还指出如果张志磊打不成 他的第二选择是维尔德 第三选择则是和约书亚三番战 2019年 鲁伊兹曾七回合KO约书亚 不过在同年年底的重赛中 以大笔分数给了对方 另一方面张志磊目前也在物色对手 前段时间张志磊团队披露 他们的下一个目标是帕克或奥提兹 如今鲁伊兹主动找上门来 张志磊团队自然会非常高兴 因为鲁伊兹在重量级的声望 超越帕克和奥提兹 如果张志磊能干掉鲁伊兹 对于他后续对阵负里VS乌西克的胜者 会起到提升地位和影响力的作用 至于张志磊和鲁伊兹的谈判能否达成 鲁伊兹又会不会狮子大开口 要过高的出场费 一切的一团有待后续揭晓 今天的节目就到这 如果你喜欢我们的节目 欢迎点击右下角